香港日记 1994年1月24日至26日 国内支持 厌恶伟师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1月24日 星期一 在今天节目的访谈结束后 我和韩达德外相还有几位外交部资深官员开会 他全力支持我对未来的规划 1992年版的法案最可能获得立法局的多数人支持 我们应该在送交第一阶段的提案以后 尽快推出该版法案 对于中方以贸易作为威胁的手段 我们也不要有过大的反应 接下来的内阁委员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大家都很支持我们 就和他们上周在内阁全体会议时一样 因此 目前本国政府的支持力度 是我最不需要担心的议题 我和商界与银行界的领袖在市中心的餐厅吃午餐 英国奇异公司的詹姆斯·普莱尔也出席了 还以非常温和的口吻表示他理解我们的立场 他也担心那是否会影响我们的贸易前景 毕竟中国的市场发展迅速 我不觉得金融服务业者会担心这件事 毕竟中国的确需要他们的协助 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因英中关系而受到任何不合理的对待 然而 马大使还是可以到处以此威胁英国企业 使他们屈服于中方 当然 从数据来看依然完全不是这回事 但中国还是可以安安稳稳 不断以英国的出口与投资额度作为要挟 1月26日 星期三 我们在天清气朗的日子回到香港 中方刚针对机场发表非常荒谬的言论 这显然是因为立法局上周五 以38比2的票数通过新的预算案 所以中国十分恼火 我们打算提出的新方案 可以满足他们全额的资金需求 希望可以借此让他们无地自容 但我猜 这应该只会促使他们重新定义需求 或者声称那些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诉求 真是黑手党式的威胁啊 午餐后和蒲伟氏见面 我真的是自讨苦吃 他这个道貌岸然的恶霸 又突破自己的下线了 他对我说 很多商界领袖都找他聊过 提到我们目前政策的难点 还有这对英中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但他们当然都没有提出数据或例证 再者 他很确信这些商人想要致电首相 要他改变做法 这当然会让梅姐很尴尬 毕竟现在他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但如果没看到政策大转弯 商界就不太愿意支持政府 尤其是不愿意支持保守党 他在说这些话时还不断摇头 真是可悲 我实在很希望他早点滚回伦敦 他还告诉我 他会在2月20日向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后座议员们报告相关事宜 还说他当然希望只谈银行业务就好 但就怕他们想听他发表对于中国和香港的看法 接着他补充说 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可能没办法很有技巧地回答那些问题 若是要他骂我 说我彻底疯了 对他来说有什么难的吗 我真的宁可应付那些死忠又老派的亲中人士 像是曾玉成和杜叶西恩 曾玉成出生于广东 年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 他是亲中政党民建联的创始成员之一 我们已开始为我的澳洲行做准备 我接受了几个澳洲媒体还有CNN的采访 尹童和我在澳洲记者的陪伴下 一起访问南区中临近赤柱的区域 我们先勘察了一些之后显然会清除掉的违章建筑 后来到了儿童俱乐部 被一大群热情的小朋友包围 尹童也坚持要去视察厕所和厨房的情况 看起来都很简陋 后来我们又接着去视察一些大型的重建计划 当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建楼宇 景观设计得很好 我们被大量人潮簇拥 也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 这在澳洲电视台上播放 应该就可以反映现状了吧 他们会知道香港人认为 我们在香港做的事是对的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大家看起来 我们在轮转中的放置 我们在这边的黑色叶子都可以 使用了很多正确的放置